各位朋友大家好 现在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如火如荼 6月9号香港103万人走上街头抗议游行 6月12号有几万年轻人他们包围立法会 让立法会的二读程序没能够进行 昨天香港警察在立法会周边用武力清场 中共和香港的官员他们已经反复的表态 一定要通过这个送中条例 所以他们一定会选择一个时间 来完成这个条例的二读和三读的程序 那么香港市民他们也肯定不会就这么屈服 现在他们已经发起了绝食抗议 一旦这个条例通过 那么大规模的更大规模的抗议行动一定会展开 现在大家最关心的一件事 就是中共他们会不会派军队去镇压 会不会在香港重演六四 昨天就有少数的香港警察已经向示威的人群开枪了 当然现在打的是催泪弹 橡皮子弹还有布袋子弹 还没有用到真正的子弹 但是事态会不会进一步恶化呢 他们会不会用真子弹来枪杀香港人呢 当然习近平和他的这个执政团队 现在是非常想用武力镇压香港人的 熟悉中共高层的一个北京的朋友他告诉我 而且说这个是非常确确的消息 他说中共高层开了一个会议 所有的常委再加上王岐山都参加了 那王岐山呢是力主对香港进行强力的镇压 那习近平也赞成 其他的常委也都不敢反对 都投了赞成票 但是怎么样镇压呢 他们不敢把解放军大规模的武装起来 那因为现在军队内部反对习近平的这个情绪 是比较明显的 所以习近平呢根本对他们不信任 平时呢也不敢给他们装备这个真枪实弹 那现在唯一配备真枪实弹的部队 就是这个习近平比较信任的北京卫戍区的部队 但是呢他们是不能够被派到香港去的 他们必须在北京保卫习近平 如果习近平要派其他的部队去香港镇压 那就必然要给那些部队啊 配备真枪实弹 那习近平是不敢的 不敢这么做的 因为万一他们这个配备了枪支弹药之后 他们搞起了兵变怎么办 那有些朋友会问啊 说中共他这个会不会派驻港部队来进行镇压 我觉得啊他们也不敢 因为驻港部队的这个总人数只有三千五百人左右 而且他们都没有装备这个在陆地上能够使用的重武器 用他们来镇压一场大规模的民众运动啊 可能不仅仅呢是不能够啊迅速的扑灭运动 反而会激起更大的反抗啊 而且会遭到国际社会的一致的谴责一致的反弹 甚至是他们有可能啊 这个激发香港警察部队的不满和化辩 所以用这种啊 用驻港部队来进行镇压风险太大 中共啊不至于这么不理智啊 这种可能性呢是可以排除的 所以那位朋友 这个北京的朋友他告诉我啊 现在这个中共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提升香港警察部队的这个武器装备 让他们呢有更强的火力去镇压香港老百姓 现在已经有一部分香港警察 他们已经装备了中共提供的这个武器 我昨天看了一下香港警察向这个民众啊 示威人群开枪的那个视频 就是那个穿蓝衣服的戴头盔的那个警察开枪的视频 那开枪之后呢 就有火光从那个枪管里面喷出来 我就这个问题啊去请教了一个武器专家 他说这个火光冲出枪管这么远 说明这个枪支和弹药啊质量都非常的差 所以火力呢不受控制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只有中国和俄罗斯 他们才会给警察装备这种武器 在西方民主国家呢 震报警察他们所用的枪械 是最精密的质量最高的 这样警察呢才能够准确的知道枪械的威力 才能够啊既镇压暴动 又不至于啊造成过度的伤亡 这这个这种说法呢 他也印证了北京朋友的那个观点 说中共他不会直接的派箱 派解放军去香港镇压 但是他们会把香港这个警察的武器装备啊 加强 让他们有更强的武力啊 用香港警察去镇压香港民众 当然了中共也派了一些大陆警察进入香港 但是呢都是以游客的身份 他们是穿着便装 这些人去香港干什么呢 他们不是去直接的执行镇压的任务 而是去啊收集情报啊 同时呢也监督香港警察执行镇压的任务 他们是情报员兼督战队 从过去这两天的情形看呢 香港警队里面一定是有一些人 他们会充当中共的这个阴权爪牙啊 在接到命令的时候 他们会向香港的民众下毒手 昨天呢有一个叫林志伟的香港警察 他是香港警察队员啊 左级协会的会长 在香港警界的地位应当是相当高的 那他发表了一个给香港警察的公开信 题目叫无怨的信念 在这封信公开信当中啊 他说啊 我们不容许不法分子公然的 这个践踏香港的法治啊 更不容许暴徒以暴力威胁政府和国家 那这封信的措辞非常强硬 大家仔细观察一下 他用词啊 不像是香港人 而是非常的中国化 他说啊 更不容许暴徒以暴力威胁国家 政府和国家 一般的香港警察只会说啊 威胁香港的法治和秩序 而不会说威胁到政府和国家 政府和国家这种说法是非常中国化的啊 香港人上街抗议这个香港的恶法 怎么会威胁到国家呢 这说明了他已经这个林志伟啊 已经直接的或者间接的接到了中央政权的命令 要采取这个强力手段进行武力镇压 那现在的问题是啊 绝大多数的香港警察 他会不会对游行示威 这个参加参与者 香港人下手呢 下毒手呢 我认为啊 大多数警察是不愿意的 因为香港警察 他们都是本地人 他们的这个亲属朋友啊 同学同事 极有可能就在这个抗争人群里面 他们在感情上和抗争者是一致的 在利益上呢 也是这个互相关联的 因为一旦这个送中条例通过了 那所有的香港人 包括这些警察在内 大家都不会安全 当然了 警察在接到上级命令的时候 他们如果是拒绝执行 肯定会影响到他们的前途 他们一定会感受到压力 会有一些摇摆不定 这个时候啊 就看这个抗争阵营 是否能够有效的 对这些警察进行攻心战 不停地对他们喊话 而且呢 动员香港各界的人啊 号召这些警察的亲戚朋友 同学熟人 一起来劝说他们啊 你们不能够下手太狠了 枪口要抬高一寸 要给自己留下后路 在今后的街头行动当中啊 在如果是不得不与警察进行冲撞 那也尽量的先展开 这样的宣传公式之后再去冲撞 除此之外呢 我也希望香港抗争运动的一些组织者领导者 大家现在一定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计划 林郑月娥通过了这个送中条例之后 我们下一步的抗争行动怎么样进行 如果大家只是跟着感觉走 或者是凭一时的血气之勇 那是不会把运动啊 引向成功的 一定要有清晰的计划 而且这个计划一定是要建立在知彼知己的基础之上的 中共呢 他们已经扑灭了2014年的雨伞运动 已经对这个对付香港的这个抗争运动啊 有了一些经验 香港抗争运动参与者 现在主要是分为两个部分 那一部分呢 是传统的泛民的这个支持者 一般都是在30岁以上的中产阶级 那参加这个6月9号大游行的那100多万人当中啊 主要的就是这一部分人 那还有一部分呢 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 尤其是啊 还在上大学的和中学的这批年轻人 12 6月12号包围立法会的 主要就是这些年轻人 他们呢 是抗争的烈度是比较大的 那现在呢 香港抗争的这个关键问题啊 就是这两部分人之间呢 那存在着某一种程度的分歧 传统泛民呢 他是倾向于用比较温和的理性的 但是呢 有组织的 能够持续的这种抗争手法 比如说游行啊 进驻啊 集会啊 甚至是公民抗命啊 但是呢 年轻人呢 他们是比较倾向于用更激烈的这种手段 比如说包围政府总部啊 包围立法会啊 甚至是冲击这些地方啊 这些机构 因此呢 他们和警察队伍的这个冲撞 是比较多的 但是现在的关键问题是 年轻人呢 他不太强调组织性和计划性 组织计划性不强呢 最后就导致运动不能够这个持久的进行 现在啊 这两部分人抗争者啊 似乎啊 对对方啊 都有一些意见 年轻人呢 觉得这些老家伙啊 这个温和的抗争呢 没有作用 那传统的这个泛民的抗争领袖啊 和他们的支持者呢 也觉得这些年轻人很难沟通 很难的合作 所以当年轻人采取这种激烈对抗的这种手段的时候 那些比较温和的抗争者 他们可能刚开始的时候还支持一下 但是时间一长啊 这部分人就慢慢的就退下去了 那么这个整个运动的声势 那就一路啊 就递减 士气啊 也就会一路的削弱 那这对整个运动是非常不利的 那2014年的占中运动就是呈现出这种事态 那这次的这个反送中运动又出现了这种迹象 非常的不利 这个问题啊 有没有解决办法呢 有办法 这个办法呢 可以总结为16个字 就是啊 两路出击 各自为战 互相伸源 分境合击 两种不同风格的这种抗争群体 大家不见得一定要在一起行动 不需要非此即彼 说你两种行动当中你任选一个 两种方法 两种运动 它是实际上是可以同时都选 齐头并进的 你年轻人尽管可以去包围立法会 包围政府总部 然后采取车轮大战的方式啊 让警察部队啊 精疲力尽 然后再趁他们呢 防守削弱的时候啊 用人数上的优势 再加上一定这个适当的这个防护措施 一举占领政府总部 占领立法会 也是可以的 但是现在需要大家大家需要注意的是啊 中共这次可能会派出一些人到香港啊 进行打砸抢暴力活动 然后栽赃陷害给街头的那些年轻人 大家一定要有所防范 大家如果看见了啊 那些毁坏建筑物啊 毁坏商铺 攻击行人 甚至攻击警察的 主动攻击警察的这种举动 大家一定要知道 那个人不是真正的抗争者 他们是中共的卧底 一定要把他们的身份公开 一定要让全世界看到 中共他们有多么卑鄙无耻 同时呢 传统的泛民的这些政治团体 和他们的支持者 大家可以采取啊 比较持久的这个抗争方法 游行集会当然是必须的 但是大家时间精力啊 这个有限 不可能天天去举行游行集会 所以还需要一个啊 大家可以每天都进行的 这个操作的这个抗争方法 每天都能够制造出强大声势的 反映出强大民意的这种抗争方法 我在昨天呢 这个一评论证的第168期当中啊 就向大家推荐了 南美洲的这个敲锅抗议法 今天呢 在这里向大家推荐一下 这个方法呀 非常的简单易行 那就是反对派的这个阵营的这个领导者 给大家约定一个时间 比如说每天晚上的8点钟开始 所有的抗议者就在自己的家门口 或者是在窗户边上 敲打铁锅制造响声 那10到15分钟就够了 整个香港啊 如果是想起了敲锅的这个声音的时候 他所起到的那种震撼性那种效果 绝对不亚于一次大游行 用这个方法就能够持续的增强抗争阵营的士气 扰乱统治阵营的军心 因为这种办法是根本没 这种方法是根本没办法镇压的 而且抗争阵营呢 它几乎是没有人力物力的消耗的 所以可以长久的持续下去 这个方法曾经在南美洲民主化过程当中 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所以希望香港的人民众尽量的传播这个方法 使用这个方法 那这几天我在YouTube上面呢 和推特上面呢 为声援香港这个反送中运动 受到了很多五毛的攻击 他们说啊 我是在趁热点 其实呢 关注我这个频道的朋友都发现 我还真正的不怎么趁热点 很多热点的事件 很多能够吸引大家注意的新闻 我基本上啊 都是不去评论的 因为我没把自己当成是媒体人 或者是时事评论员 我的角色 自我定位是民主运动的一份子 马前卒 对于民主运动有利的 我就去传播就去推广 那么我这一次呢 这么关注这个香港的反送中运动 有两个主要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它会影响到整个中国的民运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我对香港 对香港市民 有一种特别感恩的情绪 我95年的时候啊 在国内被中共追捕 走投无路 那个时候啊 是香港市民的这个黄雀行动 把我营救到香港 香港人呢 都熟悉的这个占中三子之一 朱耀明牧师 那个时候啊 就是黄雀行动的主要负责人 那我到达香港之后 第一次见到的香港人 就是他 后来呢 我在香港住了两年 得到了很多香港朋友的帮助 在97年 中共收回香港之前 又是这些香港人 帮助我来到加拿大 所以我对香港人 怀有非常深的感恩之情 那实际上呢 整个中国民主运动 都应当感谢香港人的支持的 从79年的西单民主墙运动开始 香港人就在支持我们 89年呢 香港人更是不遗余力的支持了我们 为国内筹集了大量的物资 大量的资金 也在香港发起了声势厚大的 这个资源游行 在89年之后呢 香港每年都举行大规模的纪念集会 纪念六四的集会 大陆的民主派 所以应当非常的感谢香港人 不仅仅是我们民运人士 实际上整个所有的大陆人 都应当感谢香港人 对大陆的付出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啊 对中国投资最多的就是香港人 他们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 98年呢 中国大水灾 捐款最多的是香港人 2008年汶川大地震 捐款最多的还是香港人 香港人在中国各地啊 还新建了很多 非常多的希望小学 希望中学 所以大陆人希望 这个应当感谢香港人 现在香港人的自由受到了威胁 他们正在奋起反抗 这个时候我们应当 更应当支持他们 声援他们 那么怎么样 声援支持呢 跟他们一起抗争 这就是最好的声援和支持 现在中共最怕的就是 国内的民众和香港的抗争 同步进行 产生共振效应 所以现在国内的维权行动啊 现在是最佳的时机 这个时候啊 国内进行维权行动 它会有两种效果 第一种呢 就是声援香港的效果 那第二种呢 就是中共 它为了平息事件 会尽快的答应 这些维权群体的要求 这是既能够帮助香港 又能够帮助自己的事情 所以大家现在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准备 中共和香港的这个政府 它一定会让那个送中条例通过啊 条例通过之后啊 香港民众一定会再一次的进行大规模的抗议 那个时候啊 就是我们大陆民众群起响应的时候 所以希望我们大陆的民主派人士啊 现在要尽快的联络 我们各自所在地区的这些维权群体 那告诉他们 最佳的行动时机 维权的时机 很快就要到了 跟他们保持联络 随时向他们通报香港的情况 让他们呢 跟香港的这个抗争呢 同步进行 那另外呢 还有一个固定的时间 香港和大陆的民众 可以同步抗争的时间 那就是今年的7月1号 现在看起来呀 这个反送中运动 在7月1号之前 是不会结束的 那每年的7月1号 香港都会有大规模的抗争 这个示威游行啊 今年的这个规模 一定会比往年更大 所以说呢 今年大陆的民众啊 也应当在7月1号的这一天 和香港人同步抗争 大家到各自啊 所在地区的这个党委办公大楼门口 那去提出自己的维权诉求 中共不是口口声声说要为人民服务吗 那我们就在他们建党节的这一天 要求他们旅行重落 解决我们提出的要求啊 为我们服务 当然了 我们也必须注意安全啊 如果是那一天 那某些地方没有聚集起足够的人数 大家就散步经过一下 不要停留太长的时间 如果聚集到了足够的人 比如说达到了五千人 一万人 大家就一起来展开行动 人多了就安全了 那现在呢 有很多工人失业啊 很多退伍老兵没安置 很多这个P2P投资者被骗 损失惨重 大家要维权 现在是非常好的时机 和香港市民同步维权 会让中共感受到更大的压力 那么呢 他们就更容易 这个让我们呢 实现我们的维权的目标 所以希望国内的所有民主派人士 维权人士 大家加紧准备 那今天呢 我就讲到这里 赞同我观点的朋友 请点个赞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请订阅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